大家好,我是小杨 今天呢,在网上有一个消息挺有意思 就是美国提议修改联合国五常一票否决权 那么美国有这样的一种表态 它的目的何在呢 首先来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包括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五个国家 这五个国家能够决定这个整个联合国这个决策的方向 你比如2004年美国行使否决权 当时呢,就是未能通过一项谴责以色列 暗杀巴勒斯坦伊斯坦抵抗组织哈玛斯的精神领袖亚新的提案 当时呢,英国、德国、罗伯尼亚 对这项由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联合提交的提案 也做了这个弃权票 这样的结果呢,使得这项这个谴责的这个提案没能通过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以色列把这个哈玛斯组织定为恐怖组织 恐怖组织对以色列平民犯下了恐怖主义罪行 因而啊,认为这项提案是一个片面的提案 这里就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行使了他的一票否决权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7条 安理会对于其他一切事项之决议 应以九理事国之可决票 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之同意表决之 这句话挺绕嘴的 简单的说呢 就是这项决议获得了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 但是常任理事国仍然可以行使一票否决权 使得任何安理会的决议无效 这五个常任理事国就决定了整个联合国的这个整个方向 你不要看着五个理事国 你把它看成一个国家或一个人 你马上就认为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独裁吗 君主立限制 所以联合国是一个独裁的国家 这么说 很多人都说那些欧美的国家批评什么 那个中东国家是独裁国家 甚至批评摩洛哥是独裁国家 你像我生活在摩洛哥 摩洛哥其实上是君主立限制 国王有极大的权力 虽然现在的一部分权力下放给了总理 总理那是民选的 对吧 那个但是呢 你总理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管家 在管家最后提出了这种方案 海底这个国家的主人 国王说了算 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摩洛哥的状况 那么中东的其他的很多海湾国家呢 也都是君主立限 国王说了算 那么这些个呢 实际上最大的国王说了算 最大的独裁 是安理会 这五个查理国就好像一个国王 他来决定整体的安全 整体的事务 你这样一看你就明白了 这项决议 为什么那么难通过 你们这些下边的人想削弱我的权力 你想得到没 是不是 另一方面 倘若把他权力下放 那就成了欧盟 或者成了联邦的国家制了 那么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形成美国那种两党制 因为那同 养者同时嘛 养者同时 那么一部分国家站在一面 一部分国家站在一面 两边对打 你第三股小事里想赢的话 他没有机会呢 他只能靠在左边或靠在右边 左右互搏 左右互搏 最后就成了党争 类似于共和党民主党的党争 很多国家都是这种党争 那么联合国要党争 那能量小得了吗 资源上的浪费 恐怕比现在国王一人说了算呀 五个禅人的一国在一块 就想一个国王才的 他说了算 就说完了 就是他自己获得利益 那也假如是真正党争的话 那得多少国家多少那个资源最扔到里边 即便是最终最终最终 啊那个养者同时一方赢了 获得最大利益 那么他会继续扩大最大利益 最终还行还能形成独裁 而且浪费了很多次资源 我认为最终还是五个好哥们说了算 联合国五常说了算 现在纵观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 可以说那个那个进入到联合成为第六 六常五常纳米变成六常纳米 这个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 你怎么跟那个五常实力来搏斗 你赢不了 对吧 五常的实力太强了 随便递入出来一个都比你任何一个国家的实力强很多 所以你想大六常你得有实力 你的实力决定了你的地位 就这么简单 靠现在都经常讲一话 靠实力说话 你有实力吗 你没有实力就不行 就这么简单 是吧 你像那个在2022年的9月13号 这个开幕的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 这个美国代表都提出了一项新的决议 要求对五个联合国常任理国的 一票否决前进行限制 美国其实上是最需要一票否决的 但他为什么要这时候说这样的话呢 其实呢 他就是为了那个针对俄罗斯 俄罗斯呢 肯定不会允许这一提案得到通过 说白了美国跟俄罗斯搞了一个双簧 对吧 而且呢 这项重大的改革必须经过联合国五常 常任理事国的一日同意 这可能性基本没有 而且自从那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一直啊 在想方设法的 通过联合国来那个给俄罗斯呢 吃饭子 施压或者给他穿小型 比刚才提的一票否决权就是 先后提出了 什么将俄罗斯驱逐出五常 对吧 将俄罗斯逐出案例会等 一系列释出惩罚俄罗斯的议案都没有通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 在这个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他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取消俄罗斯的一票否决权 当时他说呢 乌克兰战事在战场上以鲜血为代价 做着联合国安理会应该通过投票去做的事 而那个结果呢 结果正是这个这个停止战争是不可能的 因为所有努力都被侵略者否决了 说的是俄罗斯 这个泽连斯基啊 还说任何想要发动战争的人 都应该在犯下致命错误之前 看到战争开始时 他们到底会失去什么 那么与此同时呢 俄罗斯的拉夫罗夫在联合国会议上捍卫否决权 他当时就说了 西方侵略集团一直在滥用否决权的主题 错误的将注意力集中在联合国成员国身上 他还补充说 否决权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一项绝对合法的工具 指代防止通过会导致组织分裂的决定 这个其实是对的 你假如俄罗斯让俄罗斯取消了一票否决权 俄罗斯退出 但苏联时代就有俄罗斯就曾经要挟要退出 咱后一会儿讲到 那么美国极力推动这个联合国 通过其所要求的限制武成 一票否决前的议案的目的到底什么 首先我们需要对联合国这一个国际机构的运行机制有所了解 联合国安理会决定的是实际性的事务 联合国大会决定的是程序性的事务 也就是说 五常有最终的决定权 联合国通过重大的结议时需要各成员国投票表决 表决通过后需要通过安理会去聚取实施 实际上安理会才是议案的最终决定者 尤其是五个常人理过 最终决定最终来实施是谁呀 是皇上皇上有权利组织军队去干一些事情 对吧 你下边那些大臣也把总理吧 你提他们提案 你你能干嘛 你军队听你的吗 对吧 这个那个财务部听你的吗 不得用钱用粮用人吗 这个谁来决定 五常皇上来决定 所以所以联合国现在就是五常组成的 你当成一个实铁就一个皇上 一个君主力限制的国家 你下边那些人都说了不算数 对吧 所以五常他必须全票通过 如果有反对的 那么这个事就不能就不能通过 所以呢 这个决议叫做一票否决权 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大会决议 除部分设联合国自身运行的这个项目外 对会员国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 该决议仅是联合国大会 对其成员国的建议 而安理会的决议则不同 他具有强制性 动议涉及的相关国家必须接受并履行决议 说白了 五常还有权力的 他的权头很一样 就这么简单 这个一票否决权的由来呢 首先来说是在二战的时候 二战结合后 这个1945年10月24日 对二战取得胜利的贡献国家有四个 中国 苏联 美国 央国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但是央国力章让法国加入最后增加了一个常任理事国 法国 常任理国就变成了五个 事实上出乎大家意料 最坚提出一票否决权的不是美国 也不是五国协商讨论的结果 而是苏联率先提出的 最初呢 美英两国试图借鉴一战后的国际联盟的处理国际事务 多数一致 多数决吧咱说的 即只要有一国家不同意 该决议便不能通过 但是这一决议也让苏联反对了 他认为五个大国应该有否决权 对于苏联的提议呢 其他国家也没有提出一议 美英呢也表示同意 但是但这个五大国在作为争端当事国时 不应拥有否决权 这是现在的问题 对吧 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它是当事国 他提出否决权也是不行的 然而呢 苏联当时就不干了 甚至不惜退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来要挟英美 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 苏联的这一考虑呀 你也并无无理取闹 因为什么 因为也是出于这个维护自身利益考量 当时的五个常任理国 包括当时的中国应该叫中国国民党政府 是亲美的 央法呢 甭说了 跟资本主义国家穿一条裤子 所以当时苏联自己一个人说算 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个如果按照美英的这个提议 在联合和常任理国通过决议时 采取多数决的结果 那么苏联将处于一比四的绝对劣势 在投票时呢 永远是少数 所以呢 因为英苏联的坚持 经过底端讨论后 这个最终五个国家决定 大国一致原则 比如说这五个国家一致 那么这件事就表现下来了 从客观上讲 一票否决看来有些霸道 其实他是有他的合理处的 他的设立还是合情合理 而且呢 也符合了这个整个的国际秩序 这是最重要的 五个常任理国 虽然都有自身的利益 但相互之间存在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你像中国看现在的俄罗斯 通过一票否决的作用 对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二一个 虽然五个常任理国 用一票否决权 但权力义务是一样的 有权力就有义务 五大国家 这个也负担的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这方面其实也是很明显的 你任何国家想挑战 你先打败武昌再说 武昌能在当武昌 他是靠的实力 他不是靠运气 现在的阿三想进入武昌 我就问问你能打败对武昌哪个国家 哪个都打不干 你还想当武昌 你想你想武昌大名 你吃点可以 你离武昌还太远 武昌虽然实际上已经说了一句话 那就是你不配 对于威胁到世界和平与安全的 像国际争端 需要采取强制措施 而一票否决的设置就有利于五大国家共同携手对付威胁世界和平的敌人 那么这个美国提出改革武昌专属的一票否决权议案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呢 可以归要这个基点 通过取消一票否决权 可以限制和弱化俄罗斯在安理会中的权力 事实上 限制一票否决的提案呢 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过 不过数次都被五大国直接否定 此次美国提出的这一议案呢 是根据过去二十年 俄罗斯一直在滥用一票否决权 包括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俄罗斯仍然在利用手中的权力阻挠关键法案通过 该法案有利于限制常任理事国过大的权力 因而美国的说法难以成立 但这个因为什么呢 这个一票否决权产生了美国啊 在使用的这个否决权方面 仅次于俄罗斯 俄罗斯也是近几年使用的多了 美国一直想通过联合国来 呃 孤立俄罗斯 却找到俄罗斯的一票否决 使得美国的很多战略目标难以实现 美国也想 协天子以令诸侯 这个联合国就是天子的这个 那位置啊 这个朝廷 大朝廷 从那里讲的美国想 协天子以令诸侯 协联合国利于自己的利益 控制这些国家 做不到 尤其在俄乌充足中 联合国193个成员国 有140个国家 没有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 这就让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感到 颜面尽失 也就是上级那五十多个国家 说白了就是跟美国穿一条裤子 美国想通过取消一票否决权 来削弱俄罗斯的安理会的权利 那么一样一旦取消一票否决权 美国仍然可以在三比二的优势 占到舆论之高点 三国家当时英国法国美国 中国跟俄罗斯站在一块 从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中国也不愿意失去的一票否决权 虽然表面上 中国人的态度就是这样 可以搞吧 但实际上这样你搞 谁会反对 我认为美国那么好 是天赞出来反对 在近几年来 一些新一国家不断提出 联合国改革的这种呼声 这个扩大安理会成员国数量 有利于增加美国的换权 此外这提案也为了讨好这些国家 提高自己声望 你像日本 印度 德国 巴西 曾经想那个限制的一票否决权 背后的原因是他们也想入场 但入场最主要的主力 还是一票否决 你比如印度 日本德国法 进入了这个武场里边 成了九个场九场 那假如你们这四国家投票 没有否决权 没有意义 那跟那个五家十目一样 十五国目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一旦权力被弱化 那么这些国家今后入场的愿望 就有可能实现 而这些盟友国家入场 无疑对美国也是有利的 他们毫无疑问会为美国的坚定支持者 到时候安理会的权力则会大幅度的削弱 联合国也会成为一个空架子 美国呢就可以操纵联合国 任意通过一系列符合 他的利益的决议 也就我们说的携天子一定祝好 所以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了 要是真取消了 那联合国也就不需要存在了 事实证明 绝对的少数服从 多数是不对的 它的弊端在于 有时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上 一旦联合国变成少数服从 多数的投票机器 那么这一弊端会远远大于 由实力决定的一票否决权的制度 好 今天就说到这 谢谢大家